感覺來到現場 我們乘坐的超級巨大的嬰兒床 非常可愛的喵喵兔 就像是菲菲跟翔翔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黑人爸爸跟范范爸爸 那一位抱我們在右手邊媒體朋友這邊 可愛的喵喵兔 今天和黑人爸爸還有范范爸爸 起來到現場 左手邊也幫我們揮揮手 這是一個很巧妙的結合 沒有耳熟但仍然黑眼噴彈 我們用飛機升級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來 歡迎 謝謝 我們中間再拍一下照 來 哈囉 好 我們來看正前幫我們再拍一下照片 也都很 中間 正中間 下方 好 我們來兩位的右手邊的媒體朋友 我們正中要從最右邊先嗎 我們可以講到 好 來 最右邊 好 事先再慢慢往中間 謝謝 好 再往中間一點點 左邊 謝謝 好 再來 最左邊的下方 好 再來 最左邊的地方 最左邊 你們太有默契了 好 好 我們請都在人員幫我們把這個 你有沒有褲幫我們收一下 給張貝安 請兩位先跟我們現場的貴賓 還有媒體朋友們先問個好 哈囉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斑斑 嗨 嗨 所有的媒體還有貴賓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黑人 大家好 歡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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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篇二書的代言人 那個好拉很強 對 代表氣勢很多 謝謝 這麼多貴賓啊 媒體這樣來支持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想問 剛剛坐這個巨型嬰兒床來到現場 因為我們通常來說 這邊是婚宴的場所 但是兩位是坐巨型嬰兒床 我們連辦婚禮的時候 都好像沒有用 非常的方式抵達現場 范范姐你覺得呢 我覺得太酷 沒想到是坐嬰兒床這麼大型的 然後這樣飛進來 因為有一種覺得 怎麼講啊 飛很高這樣飄飄然的感覺 因為我們兩個剛好是飛飛翔這樣 然後跟飛翔這樣子連結的話 當然是覺得很開心 但同時也感受到 新人站在上面的壓力和尷尬 是 那不一定是尷尬喔 重點是在上面 可以感受到那種 搖晃的那種 就戰戰兢兢的感覺 對不對 巨高證 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特別讓你們做這個感覺 就像是新手爸媽的時候 在照顧小寶寶 都有那種就是正戰兢兢 沒錯 已經讓小寶寶 看他一路的這樣成長 那搖搖晃晃當中 你知道那種 爸媽的那種 就要呵護小朋友的感覺 對 那個緊張的心 其實是每一天都在 是 就怕有一個步驟 做錯或做不好 然後影響到小朋友 對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請這個 黑人跟范范姐 我們來聊一聊 照顧飛飛跟翔翔的過程 應該是說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都是看著飛飛跟翔翔 每天不一樣的成長 真的很可愛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他們很多新的照片啊 新的影片 先來問一下 你覺得黑人哥 目前為止算是一個很好的爸爸嗎 目前喔 看哪裡 最近我必須會給他肯定 他確定是 對 還蠻用心的爸爸 然後也是媽媽的好幫手這樣子 對 所以在重負的過程當中 又會因為他 比如做錯哪些步驟啊 有指責他活嗎 像我一開始也會 就是懷疑說 爸爸手那麼大啊 是 你知道泡奶 或者是那個 包尿布 真的上手 可以嗎 然後我就會偷偷觀察 那我覺得就很棒啊 因為Merry 就是妙兒說 這個尿布非常難